师傅每天都吃野生菌吗? 你每天都吃野生菌吗? 哎呦,我吃不起啊 吃不起啊? 这两天是量最大的时候,也是最便宜的时候 两天没有货就涨价了 今天,2024年8月10号,是我们离开昆明的日子 也是云南野生菌最丰盛的时节 我们前往牧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 亲眼见证中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 这里有一千多个商户 售卖着超过200种不同的野生菌 这些汤包怎么卖? 这个20块一盒 这个20,这个呢? 这个15 15 它有一定要多的,因为它已经是了 要90块呢 这个包你给妈妈,你那个都要得了 吃豆腐就吃啥,你这个? 松茸 松茸 哇,怎么卖,这个怎么卖? 200,一公斤 这市场可真热闹啊 一开始先看到的,还不是野生菌呢 怎么卖这一盒? 40块一公斤 40块一公斤? 一公斤 公斤? 40块一公斤? 30块 30 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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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水花市场成立于2005年 是推动云南野生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云南的野生菌 原本只是山区农家享用的专属美食 随着牧水花市场的兴起 野生菌的商品价值被大大提升 走入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现在,采菌人有了销售的渠道 想吃菌的人也有了购买的途径 要不要? 怎么卖? 双茸260 260 一公斤 一公斤 这个大的怎么也是260啊? 这个500一颗 500 对 500一颗 哇 双茸 双茸 331公斤 3301公斤 3301公斤 对 那边要送墨 240 小的240 干巴菌 一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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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块 四千块 三千块 一千块 三千块 我沒有好多的一塊錢 我沒有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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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機中 機中 機中也有很多種 對嗎 對 這個也是機中 這個也是機中 這個那麼大的多少錢 這個280 280 一公斤 對 一公斤 這個應該比較便宜吧 對 這個180 這個180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雲南有一千多種大型鎮軍 其中900多種是可食用軍類 他們有著獨特的美味 所以貴為山珍 儘管這些鎮子新鮮 種類繁多 價格誘人 我們由於要坐飛機 實在是買不了 這就是鐵皮石虎 一種稀有且珍貴的 中草藥 主要用於增強免疫力 改善消化 和促進眼部健康 跟本人討金 鉄道 混合 ta 很ienza 既然改善 聞到 誏賞 伺産 角度 還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帮我买 你让我进到青头街 这是哪样啊 青头啊 你说的好多人都不晓得了 什么都晓得了 金啊 20块一个 20块一个 金啊 20块一个 这咋也吃了 这个面是 青头街都是青头的 好 你好 你这个样子 因为你在街舞台应该拿来找我 干巴菌 它是新鲜的 新鲜的 多少钱 这个的话有800开根 800 这个也是好 这个的话要你650 这个也是干巴菌 是啊 这个也是好的 哦 650是好的干巴菌 青头菌 青头菌哦 大油20 这什么菌 这个 这什么菌 这个 烧把菌 烧把菌 烧把 这个是鸡中菌啊 嗯 这个是牛肝菌 对 黑牛肝 哦 你看这个不一样了吧 它颜色不一样 哦 颜色不一样 这是黄牛肝 这是黑牛肝 黑牛肝 黄牛肝 哪一个比较贵 这个贵的 这个多少钱 这个100块 哦 100多 嗯 这个60 60一公斤 嗯 这是红葱嘛 红葱 红葱 这就是天哪 这个是五公斤的小松龙 松龙哦 哪里的 这个是中店的 先给你了 中店的 对 好 挺好的 好 很硬 实验挺好的 怎么卖这个 这个350一公斤 350一公斤 你是从中店特地下来卖的吗 这个我们装门有人嘛 他们收上来嘛 收上来我们就卖了 我们只管卖 哦 你们 哦 你只是做销售了 你做销售了 嗯 意思是我们有熟人嘛 我们家里有人嘛 装门收获上来 然后我们卖 这个都不存在 所以 是这两天 这两天是量最大的时候 也是最便宜的时候 哦 明白明白 所以量最大最便宜 要抓紧时间 这两天要用 这两天没有货 就涨价了 这个就是装持刺三的了 持三片 它没有成的 这个 它内在质量挺好 哦 好 鸡油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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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鸡油菌 有道 野生菌有多难找 就有多美味 有多美味 就有多难喜 在云南 牧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这里 有一群专门帮人 洗菌的人 市民买了野生菌 如果嫌麻烦 可以交给洗菌人 大部分菌子的清洗费用 都在每公斤10元左右 公认难度最高的干帕菌 联洗带减 一公斤要50元左右 商家接单后 先分减 瓜泥 接着用水枪 小心翼翼地反复清洗野生菌 此外 还提供切片和打包服务 虽然洗菌人 是君子祭的限定职业 却收入不菲 在君子祭 月收入可达数万元 有了专业的洗菌人和瓜菌人 购买野生菌的顾客 回家只需将美味下锅即可 再见了牧水花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重返云南 品尝这片土地独有的野生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